老玉如烟似雾的 飘渺身影消散之后 杨家铺在正堂后门那边 郑大风大笑喊着 急匆匆前来报喜 师父 师父 一前一后 两个人来到后院 前边的郑大风脚下伤风 师兄回来了 天大的好消息 杨老头望向郑大风身后的 敦后汉子 后者点了点头 但是那汉子欲言又止 满肚子一问 只是木讷口拙 不知如何问起 到最后 汉子只是闷声闷气的说 师父 为何收马古玄为徒弟 而不是那少年 我不喜欢姓马的小子 杨老头一瞪眼 所以 你就擅自主张 抓起那条金色鲤鱼 卖给陈平安 中年汉子 比起在老人面前 束手束脚的郑大风 要有骨气太多了 他坐在先前 陈平安坐的板凳上 咋了 我乐意 师父 你不也挺喜欢那孩子吗 如果陈平安在场 一定会感到震惊 因为当初在街上 遇到的卖鱼中年人 正是此人 杨老头气笑了 结果呢 那只鱼篓和那条鲤鱼 送到陈平安手上了 汉子闷闷不乐 不吭声 郑大风在一旁 扇风点火 师兄啊 不是我说你 白瞎了你那只龙王篓 给谁不好 偏偏给了大骊的死对头 大随的那位小皇子 小心以后送长径 跟你求后算账啊 再说了 肥水不留外人田 留给我侄子侄女也好啊 怎么 师兄你觉着宝贝烫手啊 实在不行 送给我也成啊 杨老头的视线冷冷抛过来 郑大风 浸入寒蝉 再不敢多说半个字 举起双手 老老实实的坐在台阶上 老人说道 带着福南华一起去老龙城 郑大风满脸惊讶 转头望去 只看到老人那张 面无表情的沧桑脸庞 这位为小镇看门的光棍汉子 缓缓收回视线后 拍了拍膝盖 苦笑着站起身 没说一个字 走下台阶 走向铺子后门 背后传来老人威严的嗓音 起初 死也不许泄露跟脚 郑大风苦笑更深 点了点头 没有转身 加快步子 走到正堂后门走廊后 这个汉子转过身来 跪下之后 磕了三个响头 他沉声说 师父 保证身体 从头到尾 老人一言不发 郑大风 黯然离开了杨家铺子 坐在板凳上的汉子李二 有些替头门师弟 郑大风打抱不平 师父 你对师弟也太 不惊人情 汉子点了点头 师弟虽然成天没个正形 可是他对师父你是打心眼里好 说实话 这一点 我比不上他 老人对此不置可否 反正都是无根扶贫 连路边野草也比不过 死在哪儿 不是死啊 汉子叹了口气 师弟这趟离开小镇 肯定走得心里不舒坦 一般而言 想要一脉相承 心火相传 需要有三名弟子 一个是能大用 能光大师门 师父死后 调得起大梁镇得住场子 既是面子 也是礼子 一个能续香火 看上去什么本事都不如前者 可是盛哉有韧性 天塌下来 就算那个有用的弟子也死了 可偏偏是这个人 能保证师门香火不断 鼎盛时分 作用不明显 一到门庭不振的危险时刻 就很重要了 最后一个 必须有意思 天父好 根骨好 什么都好 很有意思 甚至不必对师父和宗门 如何感恩 做师父呢 不会跟这么一个弟子 逝世讲规矩 俗话说 教会徒弟饿死师父 最后这个徒弟 就是如此 汉子好奇地问 我 师弟 还有马苦玄 咱仨分别是哪个 杨老头笑道 这么多年过去了 谁说我只有你们三个徒弟啊 汉子一愣 笑容有些尴尬 我忘了这参了 杨老头笑问 那宋长静 如何呀 汉子认真思考片刻 结果只蹦出两个字来 不错 杨老头抽着汗烟 吞云土 嘖嘖称奇 那就是很厉害了 宋长静答应 也不等徒弟说完 杨老头一跺脚 天地寂静 汉子笑道 师父 咱们这些年做事情 可算不上隐蔽 还用在乎这些 杨老头缓缓地说 连做做样子也不做 你是要造反哪 汉子反问 有两样 杨老头抬头看了眼天空 视线透过三层天地 老人 默不作声 汉子心情沉重 他问 师父 我家有两个子儿 真要去那山崖书院 既然齐静春 愿意拿此作为交换 为何不去啊 这等好事 说百年不遇 一点也不夸张 杨老头突然问他 为何齐静春 不一口气送给陈平安呢 你以为 那就是帮陈平安 嫌弃那孩子 死得不够快还差不多 你信不信 当时如果你成功 送出去龙王篓和金鲤鱼 不出三天 陈平安就必然暴毙 在小镇某处 汉子疑惑地说 陈平安在六岁之前 就被他爹打碎了本命词 于是没了约束 虽说使得这孩子 留不住什么大机缘 可这既是坏事 同时也是好事啊 他就像暗室里的一盏灯火 便有了那么多 飞蛾扑火的事情发生 在这期间 那可怜孩子捞到手一样东西 不是挺正常的事情吗 杨老头解释道 要是在小镇上 陈平安就不会有什么好运气 机缘太大 那孩子拿不起 留不住 就是两手空空的贫贱命 他能活下来 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换成那些所谓的天之骄子 哪个不死生七八回啊 汉子咧嘴一笑 所以这也是师父 你愿意帮他一把的原因吗 师父你能给的 刚好是陈平安 唯一能够接得住的 杨老头犹豫了一下 吐出了一口浓重烟雾 那你知不知道 你师徒送给陈平安的那份机缘 差点就害死了的 大随皇子和宦官 宁瑶 刑徒刺客 那古怪道人 陈平安差点就死在这条线上